全球有近九成的植物物種得依賴蜜蜂、蝴蝶等昆蟲 以及蜂鳥、蝙蝠等脊椎動物獸粉才能反育 其中蜜蜂更是為全球三分之一的糧食生產獸粉 作為島國城市 新加坡的土地面積雖然小 蜜蜂的種類也有超過130個 今天的城光聚焦一起了解 土國從花園城市邁向成為花園中的城市 這段旅程當中蜜蜂一直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當蜂巢出現在你的住家一帶或者是其他的活動範圍時 你會選擇請專家毀滅蜂巢還是給它另一條出路呢? 一起探討 情況看似棘手 其實一切已在養蜂人陳志勇的掌控之中 半小時內超過兩萬條生命獲救 任務達成 為避免殘留蜜字 招來其他蜜蜂 陳志勇先將這片蜂巢蜜 從原有的蜂巢移除 直到把蜂巢遷移到陳志勇 從創業初期每月的三四通電話 到如今每天的多通詢問 陳志勇認為 服務需求暴漲或許同疫情有關聯 因為當經濟活動放緩時 大自然有了喘息空間 蜜蜂的數量自然增加 陳志勇的任務 因此也從拯救蜜蜂大作戰 擴展到教育公眾如何與蜜蜂和諧共存 陳志勇至今已成功說服 有70多戶家庭允許他幫蜜蜂搬家 在這之前 他得先評估蜂巢的所在位置 是否對住戶構成安全隱憂 再按情況制定遷移策略 以這項任務為例 蜂巢就懸掛在居民住家大門 由於這回面對的 是俗稱矮蜜蜂的印度小蜂 這類蜜蜂白天活躍 一旦招惹他 他就會遮人 因此 遷移蜂巢的工作 必須等到天黑後 在沒有照明的情況下進行 受氣候變化 濫用農藥 環境污染等因素影響 全球蜜蜂的數量近年來急劇下降 面臨滅絕的危機 本地因此也有越來越多的業者 為了拯救蜜蜂而努力 希望鼓勵公眾 在發現住家附近出現蜂巢的時候 別急著趕盡殺絕 而是選擇請養蜂人幫蜜蜂搬家 而要糾正民眾對蜜蜂的錯誤觀念 還得從教育著手 研究蜜蜂超過二十年的阿瑟博士指出 蜜蜂除了能保持生物多樣性 維持生態平衡 也在促進糧食安全方面 扮演重要角色 他們採用我們的野生物 他們採用食物的野生物 甚至在新加坡上 在新加坡上 在新加坡的小農場上 當新加坡想保持食物安全 本地蜜蜂的種類 從10年前的約50個 倍增到目前的超過130個 不同種類的蜜蜂 所採集的花蜜也各不相同 而蜜蜂受粉的功能 也能確保各樹林之間的 植物種類更多元 這能為樹林中的野生動物 提供食物 阿瑟博士指出 人們對蜜蜂 仍普遍存有既定印象 以為牠們都是危險的 因此有必要加強公眾的意識 讓牠們認識蜜蜂的不同種類和習性 才能消除對蜜蜂的恐懼 牠們不肯定印象 牠們在看牠們不激動 牠們不激動 牠們在看牠們和蜜蜂 牠們不肯定有任何嚴重 牠們不肯定 牠們不肯定我們 牠們不肯定 牠們不肯定印象 牠們不肯定印象 邀請專員 因為牠們無敵 更多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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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えば 從公道 张震雄养蜂的知识和技能 主要是从国外学来的 如今他也将所学技能 传授给志同道合的业内人士 他们的学员就包括这家灭虫公司的员工 这相信是本地第一家 也为客户提供蜂巢迁移服务的灭虫公司 他们已有八名员工接受张震雄的培训 并从四月起开始为蜜蜂搬家 公司表现了 目前他们所接的订单中 每星期就至少五个是替蜜蜂搬家的 实际上为鼓励顾客拯救蜜蜂 公司也只为这类服务收取半价 而对大自然或人类来说 这样的交易确实物超所值 这类服务实物超过来说 这类服务实物超过来说